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行草书》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我手上呢有一张作品 这张作品呢我直接把《行书》和《草书》合在一起完成 那这样的作品我们就把它叫《行草书》的作品 如果我单独要写一幅《行书》的作品 那里边应该说绝大多数它都是《行书》的这样一种表现形式 如果说我要写一幅《草书》作品 那么呢这幅作品里面绝大多数字的处理 它应该按照《草书》的字法去处理 那么呢如果我需要说《行》和《草》之间的 这两个字体之间的这种对比要显得强烈一些 我可以给它杂揉在一张作品里 那这个就叫做《行草》作品 往往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比较多 以《行草》形式出现的作品比较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幅作品 我们一眼放过去 哪一些是草 哪一些是《行》 我先和大家区分一下 比如说停车这种就叫做《行》 它只是比凯书的点画省略的部分少一些 只有局部的去省略 然后呢大多数的点画它要继续保留 同时呢只是增加了这些点画书写之间的连贯动作 以及让这些笔画和笔画之间在笔式上产生相互关联 那么呢我们在写凯书或者历书都是一个笔画一个笔画的完成 它们之间的联系呢没有在纸面上交代出来 可是呢到了行书就要把这些笔画和笔画之间的关系交代出来了 前一个笔画的收笔 它要对准下一个笔画的奇笔 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这个书写的速度 这个就叫行书 同时呢又要保留住凯书或者历书正常的那个笔画的形式 不要过多的减省 这个就叫行书了 那么呢哪里是草书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处和这个双 似乎呢它已经在凯书或者历书的这个架构上 做了非常多的减省 很多该有的笔画都忽略掉了都省略掉了 那这种呢就叫做草了 把它给减省到比较极致 但是呢又要保留这个字的基本样貌 基本样貌 好我们看一下行和草 结合了以后的效果 它就把我们前面讲历书讲凯书时候 讲到的那些常用关系交代出来了 比如说虚实关系有吗 这里一个虚的一个实的 比方细的比方粗的 墨色淡的墨色浓的 它们合在一起 好再看左右字之间有吗 有的 比如说爱字和白字之间 爱字比方相对细一些 白字呢比方粗壮一些 然后呢爱字的留白四周的留白紧密 四周的留白少一些白字四周的留白更大一些 这个也是虚实 好这样的一种画面感 它就叫做行草的作品了 那么呢书写的时候这个速度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速度 千万不要以为行草书是快写的 所以呢这个速度呢就一味只追求快 错了 那最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节奏 行草书里对作品节奏的一种控制 好我在这个行草作品里的控制在哪里控制呢 当我炒得比较快速的时候比如说碗 霜 叶 它们几个的用墨粗细的程度 用墨的浓淡程度是接近的 然后呢书写的速度由碗和霜比较快 进入到了叶我开始多交代清楚一些笔画 这个时候呢速度就会被降下来 这个叶字就起到了一个减慢前面两个字 形成一个停顿的这样一种节奏的关节点 然后呢这个停顿的节奏可能还嫌不够 我还可以在下面像红字一样 把这个墨下的再重一些笔画再粗壮一些 这些行笔速度呢在略沉稳缓慢一些 这个时候呢这个速度的关节点就达到一个 更饱和的或者说更顶端的这样一种状态 往下呢又可以开始走轻快的这样一种状态了 所以呢当看这一行就已经有快非常快 然后呢渐渐慢下来又慢又缓又重 然后呢又渐渐回到轻快的 然后呢又渐渐的更快 最后呢又回到相对比较缓慢的状态 这就是一行向来的这种书写节奏上的变化 它是需要靠书写的快慢 笔画多与少之间的这种对比 还有笔画的墨色浓的淡的轻的重的之间对比 形成这种节奏上的节点和差异 好我们再看第二行 第二行呢在整体的大小上也有一些变化 也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像座在这一行里 前面的人家庭都挺宽挺方正 或者挺方正的挺瘦长的这样一个状态 可是到了座呢就收小了很多 收小很多 这大小那最明显的是第一行了 第一行的大小你看远和上之间这大小 上和寒之间的大小呢 一上来这对比非常的明显 对吧 好我们刚才讲了粗细虚实大小 然后松紧的关系又在哪里体现呢 松紧的关系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行字紧的程度 和这个夹这个位置紧的程度 和亭字这个位置紧的程度 也是有呼应的 也是有呼应的 对吧 那松我们看看几个松的地方 人字的松弛程度 还有斜字下半部分松弛的程度 和这里的处的松弛的程度 和双字的松弛的程度 是接近的是有呼应的 这个就是松紧了 好至于那些收斩伸缩收放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行有几个纳呢 一个这里本来有一个纳 被它变成点了 这里呢处置本来也有纳 也变成一个像反纳一样的动作了 好唯独连续收了几次 这里放了一下 再收了几次 到了这里继续收 最后呢 林子这里又开始放了一下 所以呢这个就是收放的对比 好接下来呢 我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墨色的对比变化 到底是怎么运用 好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张纸 这张纸呢 我分别用了三种不同的墨 第一种叫中墨 这是属于浓淡适中的 这样的一种墨色 第二个横呢叫做淡墨 就是水多墨少 这样的墨 这个就是淡墨 第三种有两种情况 它们都叫做重墨 或者说浓墨 那浓到极致呢 还形成了枯墨 枯墨 就是第一个横这个状态 这个就叫做枯墨 下一个呢 这个叫浓墨 好 这三种墨色的对比 都是在任何一个书体里 都要去运用的 它们呢 只是一个 暂水和暂墨比例上的差异 这一点呢 前面我们已经简要和大家讲了 所以呢 这个今天我们所讲的 这一系列的这个作品里面 涉及到的 需要特别注意处理的 这些关系 都通用在任何一个书体里 好 希望大家呢 在日常的练习里面 强迫自己开动脑筋 自主的去思考和处理 尝试性的去处理 不要害怕失误 多多的尝试 这样呢 经过一段时期的这个练习 相信大家的创作水平 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和大家讲一下 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 它应该包括什么呢 一个是正文的内容 再有一个是漏款的 款字 最后呢 还有一个前竿印章 前竿印章 那么呢 一般印章的大小要和漏款的字的 个头大小要接近 不要悬殊太大 那么呢 每个书体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完整的结构 有正文 有漏款 有印章 这样呢 就算是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了 好了 那到最后 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练习当中 尽可能的多开动脑筋 字 怕挂 那每次自己的练习 可以放在墙上挂起来 自己审查一下 那这样呢 时间久了 经过自己的反复琢磨和思考 和练习 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好的 那这个系列的课程 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